因为小沈阳我特别想看完这个片段 但是真的是在最后最后的瞬间 我很不得已按下了这个NG 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但是因为热度很高 依旧有不少的资源找上门来 一时间小沈阳被各大电视台疯抢 在她最红的时候 一年可以拍九部戏 经常是在各个剧组中连轴撰 这样的情况让她并不能很好地提升自己的演技 过了这么多年 依然没有什么很好的作品 小沈阳表示自己现在放弃了小品 只想专心演戏 促作好角色 但她的表演并没有获得评委们的认可 因为疏忽甚至还遗漏了道具 张子怡对她的期望很高 看完表演后忍不住凶的 你太让我失望了 小沈阳听后说道 对不起让你煎熬了 全场气氛瞬间陷入尴尬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小沈阳能成为好演员吗 记得留言哦